我們也要和平啊 你看大陸你想要和平 我們也要和平啊 我們沒有必要和平啊 我們愛和平啊 你們這些藍的 或什麼他這些人 不要販賣戰爭的恐懼啊 因為要配合美國的緩定之際 我是王秉忠 王秉忠來了 好吧人民的選擇 蔡英文七年 他做了一個施政的總報告 他給自己做 這個應該也算是歷史定位 他給自己說 他這七年來的這個建樹 用的這個陰森森的綠色的背景 然後不知道那叫迷彩綠 還是民進黨的綠 反正把蔡英文做成一個 看起來這個很票漢 大家可能跟我現在穿的 這個有點軍綠顏色的差不多 這個女版澤連斯基好不好 蔡英文做了一個這樣的一個造型 一個圖 那他所要表現出來的就是說 七年下來現狀沒有改變 當初我承諾說 維持現狀 現在現狀也沒有改變 然後呢 話風一轉啊 蔡英文罵 都是你們這些人 為了選舉 販賣戰爭的恐懼 民政你仔細聽 蔡英文說 都是你們這些人 我不曉得有沒有包括民政 都是你們這些人 為了選舉 販賣戰爭的恐懼 來民政你要不要先來做一個辯白 對 你們這些人 不是就是標標準者的社工浩龍嗎 你們每天講說 阿公啊多壞 阿公很壞 幾段 對著我們怎麼樣什麼的 飛彈對著你們不就是準備要打嗎 所以結果有一天後來發現 哎唷 好像真的會打 好像真的會打 就是龍真的來了 每天說龍 有龍 有龍 他一直講說有龍 怎麼樣 然後就龍真的要來了 哎唷 嚇到要死嚇死了 說我沒有 我是和平的 我們要和平 我就覺得這標標準準的社工浩龍 每天在那邊調侃說什麼 解放軍要什麼 血洗台灣 從國民黨講到民進黨都在講這道話 現在解放軍可能真的要來了 大家就嚇死了 然後你剛剛又讓我突然想到了 賴清德不也講嗎 說那個兩岸直航 阿公就會目馬屠城喔 做那個客機就飛來 解放軍就進來囉 這不是販賣戰爭的恐懼是什麼 很多人信啊 不是沒有人信喔 很多人就覺得這樣 所以票投民進黨 不是解放軍來幹嘛對不對 他們說這個開放兩岸直航的話 一整個貨櫃打開 一整個飛機打開裡頭都是解放軍 那解放軍跑來幹嘛 不是要打仗嗎 所以最早販賣戰爭恐懼的 其實應該是民進黨 但是好吧 大家講說這個所謂綠能你不能 不過剛剛其實這個民政提到說 有的時候他單純就是說 他們可以講你不可以講 這個倒是讓我聯想到一位 這個也是我們節目當中 從來沒有邀請過他上線了 不過他經常他的聲音 會伴隨我們的聽眾 那就是 這個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這一位 而且有網友特別要我澄清 因為我過去曾經講錯了 我說他是萊州人 那後來我接到了山東萊州的同胞 特別一定要我澄清 他是萊陽人不是萊州人 萊陽現在是被編列在煙台底下的一個室 萊陽 那萊陽跟萊州不一樣 跟蓬萊也不一樣 萊陽是出產萊陽梨的 梨很有名 他是我們很尊敬的資深媒體人 周宇寇也是 我覺得蔣官官特別要尊敬他 因為他幫蔣社長這個很好選 這個當選還沒有連任 就是初次當選 就是要感謝他 那為什麼我提 因為他曾經在前一段時間 我不知道民政記不記得 那個時候不是說要推所謂 全民動員防衛法對不對 那這個全民防衛動員法 說要把這個所謂中學生 也要編入後勤動員的行列 結果這個他就在他的臉書上說 我們是討厭大陸 我們要捍衛民主自由 我們拒絕統一了 所以我們沒有要打仗 這是很有意思的事 這個我記得4年前的時候 當時我也常常上一些政論節目 跟綠營的人也同台 我覺得當時綠營相對比較純實 就直接告訴大家 我們就是要抗中保台 那面對那個時候國民黨說 我們要同時和美國和中國 都搞好關係 那個時候綠營是直接說 沒有這種左右逢源的空間 因為我們今天面臨到 中國大陸要一國兩制 他們認為這個叫做 所謂的侵略台灣 他們說我們當然只有 選擇和美國站在一起 在侵略前是不可以妥協的 所以沒有所謂又和中國好 又和美國好 他們當時大肆批評 這種所謂馬英九路線 就是賣台路線 所以我覺得4年前 民進黨比較老實 他就直接告訴你說 那我們就必須選邊 那意思就是說 如果有一天真的搞到大陸 說這是我的紅線 我不能接受 那也只能打仗 所以你才會聽到 那個時候不是講嗎 台灣就是要打到 剩下一兵一卒 剩下一根掃把 也要去打 我覺得4年前 民進黨相對老實 但是現在為什麼蔡英文 忽然開始 抗中也不提了 那賴清德敢說和平保台 抗中保台不見了 那蔡英文又開始說 我是維持現狀了 那蔡英文又開始說 不要販賣戰爭恐懼了 不是大家本來叫備戰嗎 沒有什麼所謂 戰爭恐懼不恐懼啊 只有備戰才能避戰 綠穎博士一直講嗎 戰爭就是真的可能發生啊 那為什麼現在大家 在談戰爭的時候 他又說你們在販賣戰爭恐懼 你們是為了選舉呢 所以這點來問一下民政 為什麼這4年來 有這樣的一個大的改變 你覺得原因到底是什麼 我覺得重點是 就是民進黨現在一切作為 你必須放在美國的大戰略下來看 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關鍵是 美國現在想要武裝台灣 可是他需要一點時間 不管這武器要運進來 或什麼部隊要訓練 他現在需要時間 他現在不想要過度刺激大陸 以免武統提早發聲 因為美國人要在他設定好的時間點 來爆發台海衝突 而現在美國人可能還認為 這個時間點還不到 所以他必須要先緩兵之計緩一緩 所以人家講這個賴清德 不可以講抗中保台 要講和平保台 聽起來好像是就是藍營的自嗨之詞 叫做說因為九合一大選的勝利啊 使得賴清德知道退縮啦 歸縮回來啦 其實我們任何一個真正分析過 九合一大選都知道 綠營其實沒有輸 為什麼他要這樣說回來呢 因為美國人還沒準備好 所以我覺得現在美國人 就是給他一個緩兵之計 就是你現在不要派激大陸 免得到時候明年你當選的時候 他怕大陸就突然就動手了 那就美國人就來不及了嘛 所以你最好現在緩一緩 我們也要和平啊 你看大陸你想要和平 我們也要和平啊 我們沒有必要和平啊 我們愛和平啊 你們這些藍的或什麼 他這些人不要販賣戰爭的恐懼啊 因為要配合美國的緩兵之計 所以現在就給你拖啊 反正先拖一拖啊 你看賴清德也和平啊 藍的也和平 綠的也和平 台灣大家都要和平 沒有人不和平啊 讓你大陸沒有理由可以出手 就把這個時間拖過去 拖到明年也許賴清德當選了 還是會歸一陣子啊 我們要和平啊 也是想要跟大陸談談啊 說不定還放一點陸客進來啊 好像兩岸又恢復了 又開始交流了 兩岸又頻繁的交往了 等到美國人準備好了那一天 他設定好了時間點 然後美國人再把整個 珠洋變色整個改變 所以我們現在看民進黨的一些作為 要配合美國人的大戰略來看 你才會看得懂 為什麼他會變來變去 因為我認為這就是美國人要求的 所以民政你不認為說 現在民進黨的口徑有些改變 開始強調和平 開始說是你們在販賣戰爭的恐懼 不是因為年輕人可能感受到 比如說烏克蘭戰爭影響到台灣的青年 害怕真的打仗 或者是蔡英文的延長兵役 讓許多年輕人害怕說 戰爭不再是那麼遙遠 有可能真的發生 你認為這個不是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是民進黨配合美國 故意用和平姿態來採取一個緩兵之計 害怕現在如果就開戰 可能台灣的武裝化程度還不夠 美國就不能夠好好的來利用 台灣牌最後的價值 是這樣嗎 是 因為我覺得不管是藍媒 或是有一些大陸的媒體 都過度誇大了說 兵役對年輕人的影響 可是我看了一些像什麼 柳傑克的街坊或什麼之類的 其實我不覺得年輕人 真的有感受到說 延長到一年兵役有什麼差別 因為這個我一再講過 因為像我自己是服役一年8個月 所以你問說現在年輕人 從4個月變1年 我其實覺得沒什麼 我當年都幹1年8個月 我都現在幹1年算什麼對不對 所以台灣社會 其實對這件事情 沒有那麼大的反彈 年輕人頂多抱怨 好浪費 浪費1年時間 可是大家都知道 基本上到部隊去 也是在混時間而已 既然混時間 好多混6個月而已 6個月說真的很久嗎 也沒有 1年也就混過去了 所以兵役延長 其實並沒有真的 引起那麼大的反彈 我覺得是有些人 好像認為有反應 所以就強調這個東西 但我認為在社會上 並沒有那麼實質的效果 但是戰爭呢 就是大家會不會害怕戰爭發生啊 很多人會覺得說 烏克蘭戰爭是不是讓台灣的民眾 年輕人覺得說 我當兵不是只是單純混日子 我有可能打仗喔 這個最近也有人問到我類似的問題 然後我就說 當然啦 大家看到這個俄烏戰爭 內心是會有點緊張 而且會覺得美國好像真的要賣我們 可是我就說但是有另外一個思想的來源 會讓大家覺得很安心 什麼就是一句話叫阿公啊不會打啦 阿公不會打嘛 阿公已經講了要和平嘛對不對 阿公也不想打啦 那些綠營的那個三立民事 也不會都這麼講嗎 大陸現在沒有辦法 不會動武的啦 什麼內政問題一大堆啦 怎麼樣什麼的 不會打 所以關鍵問題就來了 俄烏戰爭看起來很可怕 台海衝突好像有點緊張 可是最終阿公不會動 而且我們背後有美國人把我們站這樣啦 美國人站在我們後面 阿公就不敢動啦 那既然不會發生 那當一年兵又怎麼樣呢 所以這個邏輯就通了你知道嗎 大家就覺得也還可以 那就繼續過日子吧 就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不要誇大什麼兵役啊 戰爭的影響 它的實質影響 真的沒有這麼大